喝水猫,快点,它应该就在前面 奇怪了,它去哪里了? 刚才我明明看到它在这玩的 要不我们叫安安哥哥把它做出来吧 好啊,我们现在就去 安安哥哥,你可以帮我们把另一个同伴做出来吗? 你们的另一个同伴是谁啊? 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 它的名字好像有个金字 那它有什么特征吗? 它非常酷,嘴巴尖尖的,也是喜欢微笑的小动物 哦,我知道是谁了 安安哥哥,你太厉害了 我马上把它做出来 取黄色和白色黏土混合成浅黄色 给它做一个身体 再取黄色黏土鸭瓶做一件皮毛给它穿上 月亮猫说它的名字有个金字 太阳狗说它很酷 嘴巴尖尖的,也是喜欢微笑的小动物 小伙伴们猜出它是谁了吗? 知道的朋友们可以打在评论区告诉安安哥哥哦 把它的手安装上去 再穿上它的爪子 小伙伴们有看过微笑的小动物吗? 里面的小动物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它们是微笑的小动物,也是毛绒玩偶 所以它们身上要安装一条拉链 方便清洗皮毛和往里面塞棉花 每个小动物脖子上都带着一条项链 项链的形状象征着这个小动物的性格 小狗羊羊说它的这个同伴很酷 那么安安哥哥就做一个五条星给它吧 现在把它的头和它的头发做好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猜出它是谁了 没错,它就是小鸡齐筋 把它的拉链安装上去 再把小鸡齐筋的项链也安装上 它的项链是星星形状的 它是一只小鸡 我们再给它取个名字就叫星星鸡吧 现在把星星鸡的眼镜和嘴巴安装上去 朋友们,你们关注安安哥哥了吗 安安哥哥会不断更新微笑小动物系列 和之前做的其他系列作品 再不关注我 下次可能会找不到我哦 最后,把星星鸡的头部安装上去 星星鸡做好了 小伙伴们记得帮安安哥哥点点赞 支持一下安安哥哥哦 你们的点赞支持就是安安哥哥最大的动力 小鸡齐筋在前面呢 我们想个办法捉弄一下它 好啊好啊 老板,波波鸡怎么卖 一元一串,你要多少串啊 我要12加38再加5串 老板,算好没有啊 一共是多少串啊 嗯,我要找屏幕前的小伙伴帮忙才行 原来是月亮猫和太阳狗,你们两个呀 哈哈哈哈 星星鸡,终于找到你了 我们一起去玩吧 不行啊,我的波波鸡还没卖完呢 我们帮你一起办 卖完我们就可以一起去玩了 太好了 我们可以一起玩了 我的猫来了,我们赶紧跑 快跑啊,胖木鸡 给它追上就麻烦了 安安哥哥,我好无聊啊 可以把我的同伴做出来吗 月亮猫,你的同伴是谁啊 它是我的领像 它有什么特征吗 它的性格很阳光 它和我们一样 是非常喜欢微笑的小动物 哦,我知道是哪一个了 你真聪明 我现在就给你做 取橙色和白色黏土混合成紧黄色 给月亮猫的同伴做一个身体 再取橙色黏土做一件皮毛给它穿上 月亮猫说它的同伴是一个领导者 而且幸福阳光开朗 也是一个微笑小动物 小伙伴们能猜出它是谁吗 知道的小伙伴可以打在评论区告诉安安哥哥哦 把这个小动物的手安装上去 再穿上它的爪子 这个小动物的身体就做好了 再取黄色黏土给它做一个肚皮 朋友们,你们看过微笑的小动物吗 这些小动物都有一个可爱的名字 但是安安哥哥除了记得瞌睡猫外 其他都记不起来了 这些小动物其实是一个毛如玩偶 所以它们身上有一条可以打开的拉链 方便往里面塞棉花和清洗它们的皮毛 而且它们脖子上都带着一条项链 这个项链的形状和它们性格也是一一对应的 安安哥哥现在坐着的这个小动物性格阳光开朗 所以它戴着的项链是太阳形状的 现在把它的耳朵做出来安装上去 怎么看起来像一个狗头啊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猜出这个小动物的名字了 没错它就是一只小狗 它戴着太阳项链 我们就叫它太阳狗吧 再取黑色黏土把太阳狗的眼睛 鼻子嘴巴做出来 全部安装在它的头上 朋友们你们关注安安哥哥了吗 安安哥哥会不断更新微笑小动物和神奇数字马戏团系列作品 再不关注我下次可能会找不到我哦 最后把太阳狗的狗头安装上去 太阳狗做好了 小伙伴们记得帮安安哥哥点点赞 支持一下安安哥哥哦 你们的点赞支持就是安安哥哥最大的动力 你们别跑 留下来陪我玩 月亮猫 你别追他们两个 我来陪你玩吧 太阳狗 你终于来了 太好了 我终于又从饭玩了 走 我带你去作弄一下小鸡奇迹 太好了 月亮猫有一半陪他玩了 不会再老师追着我们跑了 哈哈哈哈 我们一起看月亮拉上来 月亮升起来了 今天安安哥哥要做一个跟月亮眼光的人物 他不是神奇数字马戏团里的人物 也不是安安哥哥之前做的其他系列的人物 他是一只小动物 小伙伴们能猜出他是谁吗 取紫色和白色黏土混合成浅紫色给他做一个身体 在取紫色黏土压平做一件皮毛给他穿上 没错就是皮毛 他是一个小动物 也是一个小文偶 他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和一身紫色的皮毛 现在把他的手安装上去 再穿上他的毛绒爪子 他非常喜欢睡觉 他虽然是一只玩偶 但是他的嘴巴可以喷射出一种红色气体 小伙伴们知道这种红色气体有什么作用吗 再取紫色黏土给他做一双尖尖的耳朵 小伙伴们猜出他是谁了吗 猜出来的朋友可以打在评论区告诉安安哥哥哦 安安哥哥看看你们有没看过这种喜欢微笑的小动物 这个微笑小动物还有很多其他的小伙伴 有绿色的粉色的黄色的还有红色和蓝色的 你们可以说出他们都叫什么吗 取黑色黏土做两颗眼睛安装在这个小动物的头上 他还有一个黑色的小鼻子 朋友们你们关注安安哥哥了吗 安安哥哥会不断更新微笑小动物和神奇数字法戏团 以及之前做的其他系列作品 再不关注我下次可能会找不到我哦 给他安装上黑色的嘴巴 再做一个粉色的舌头装在他的嘴巴上 你看他的嘴巴笑得多开心啊 他是一只毛绒玩偶 胸前有一条长长的拉链 这个拉链应该是可以打开的 方便玩偶栽一些棉花进去和清洗他的皮毛 取金黄色黏土做一条月亮形状的项链给他戴上 这条项链是一个小男孩 也就是他的前任主人送给他的 所以他一直把这条项链戴在身上 最后把他的头部安装上去 月亮猫做好了 小伙伴们记得帮安安哥哥点点赞 支持一下安安哥哥哦 你们的点赞支持就是安安哥哥最大的动力 哇 好可爱的玩偶啊 是谁把他弄丢了吗 我好想把他带回家啊 他是月亮猫 别看他外表长得可爱 其实他很可怕的 他会喷出一种红色气体 可以让他最紧入碎 所以可以叫哭碎猫 糟糕 月亮猫又过来了 很便宜 赶紧跑 嗯 也许 哈哈哈